我現在來到東四,東四靠近市區大概三四公里的地方 那這邊這條大馬路,很大條馬路是東貫路 東貫路就是東四到古關的路 那這邊旁邊就有一個車站的帳台 東車站站 但是今天不是賣房子,今天是賣榮地 他這邊因為離市區近,所以他算是都市計畫內的農地 方正 方正的農地,路很大條 大概十米吧,十米路 不止吧 路口這邊比較大,進去比較小 大概平均大概八米 十米,平均大概十米 然後進去大概走路 差不多一百公尺左右 應該不到一百公尺 而且他是一塊很方正的農地 五百八十六 一坪三萬四 一坪三萬四 以都市計畫內來講算是行情 當然還有更便宜的 但是路沒那麼大條 也沒那麼靠近市區 還要爬坡 那這個是路邊方正 而且重點有水有電 你是說這個是都市計畫內的農地嗎? 對 一坪多少 三萬四 我們來看從這邊開始 這個香蕉圓就是 那我們看到他有電箱 然後是他的水,水有自來水 水龍頭在這 然後這個是他的自來水錶 水電都先申請好了 為什麼要申請水電? 當然是為了以後方便弄個小木屋 可是現在農地都為禁建 也不是說禁建 你可以申請要合法的方式 因為這個不到兩分半 要合法的方式就是 做蓋那個 蓋資材室就可以合法 然後呢 如果你覺得自來水灌溉太貴了 我們旁邊有 有這個灌溉鉤曲 這邊水流還蠻大的 灌溉是沒問題的 那這個寬度大概 二十幾米啦 他的面寬大概二十幾米 深度很深喔 很深度有九十米 大概就是道路口 到東關路路口那個深度 深度很深 五百多坪很大 你可能常常 如果買了這塊 可能就是要常常除草了 但是他裡面有斷叉 我們進去看一下 他有一個斷叉 他這邊比較高 下面那邊 大概差一米 一米左右 那邊比較矮 大概一米 一米出 的一個高度 但是也是平坦的 他有兩階 這階比較高 那階比較矮 這階大概佔了三分 不到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吧 那邊大概是四分之三 但是雖然那邊比較矮 可是我們不是最矮的喔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那個路是一直說 中關路更矮 所以你不用擔心有淹水的問題 這邊絕對不會淹水 因為這邊是三層 東市是三層 他是不會淹水的 如果東市淹水 台中市跟楓原就要淹光了 OK 好 大概是這樣 你看他這邊有 弄好那個灌溉的那個 那個 灑水器了 我覺得這邊風景宜人 夏天也不會太熱 冬天還好也不會太冷 然後也不用爬坡 幾乎是不用爬 完全是不用爬坡 不像如果是住新社 新社你就要爬坡了 三萬四 C組 C組 地價空間真的沒有給我們很大 了不起九折 還不一定會賣 大概九折 上下 多一點啦 九折多一點 才會賣 所以應該算是三萬一 三萬二吧 左右 現在接著案子很多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空間 對啊 所以很難賣 即使農地已經沒什麼人問了 地主的價格還是 不會啊我們最近不是都是成交農地 那個都是很便宜很便宜 大概兩三百萬的 可是他這個是都市進化內的耶 對可是總價很高啊 500 500多坪耶 也是 一坪要三萬多耶 好幾 這個 呃 大概兩千萬耶 對啊 對啊 所以啊有符合 千萬已經可以買一間豪宅了 所以有符合你的需求 就打電話給我們 對 如果你喜歡 土地廣闊 然後可以 蓋個資材室 嗯 我們有一些資材室的產品 大概七八百萬就有了 後面其實可以蓋文字啊 對啊 對啊 七百八萬我們也有資材室 也是蠻大的 四五百坪的 可是 就是山上 那不然就是 對山上 阿不然就是很海邊 嗯 那這裡算是 中式 他沒有很山上 很靠近四區 嗯 生活機能 會比較好一些 離大馬路又近 又 大 大卡車都可以匯車的路 嗯 三萬多塊 對啊 可以看你的抉擇 好 謝謝 希望你會來找我 來幫你一講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拜拜